我们说到金门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12艘的海警船频繁进出金门水 况且把台湾的航道 把台湾通往金门的航道 几乎都完全决断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台湾史上头一回 中美战机在台湾的男女上空接触 那台湾史上的头一回 中国大陆的海巡艇海警船 直接冲向金门 台湾史上的头一招 中国大陆对于马祖地区进行大陆观光旅游 也发了驸马券 这个时候反而中国大陆的海警船 也频繁进出了所谓马祖的水域 这三个都创下了 历年来罕见的纪录 我们过去经常说 中国大陆最多最多 只是直升机 只是直升机 在东部活动是舰载机 应该是054或者是056战舰上面的 舰载直升机 贴近台湾的自航基地 就是台东基地 从这个角度各位来看 因为直升机就在这个地方 在舰上起落 所以看得出来 一艘直升机对于台湾威胁不了什么 台湾也没有太重视 但是唯一发生的就是5月9号 美国的RC-135U电子侦察机 从东部进入到巴士海峡 从巴士海峡进入到潮汕沿海 一路到广东 因为刚刚好南部战区 中国大陆南部战区 就在这个地方进行军事演习 一方面是南部战区 在这个地方有军事演习 还有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在海南岛的周边水域 也进行了军事训练 RC-135U回航的时候 碰到了中国大陆的舰载机 中国大陆的舰载机 至少它滞空的时间 已经长达一两个小时 各位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南宇这一块地区 东北角的上空 中国大陆的舰载机 运用广播劝敌 那显然它能捕捉到 所谓RC-135的航行轨迹 这个是很罕见 在台湾的东部 不能说不取而遇 是中国大陆的舰载机 蓄意如此 我就在这边等你 那一方面我们再看 过去中美之间的对抗 中美之间的对抗 它过去一直在台湾的 东北部水域 各位记得吗 在2022年的时候 台湾地方九合一选举的过程当中 美国从关岛起飞的战机 跟解放军 在台湾的东北角水域 不其而遇 况且是夜间 况且是夜间 解放军没有用广播去 劝离美国的战机 你离开这个空域 没有 就是双方相互 双方相互的监视 在夜航的时候是非常危险 很容易发生插枪走火的事件 但是这一次在南雨 在台湾的领空 在台湾的领空 发生了所谓的 尖极机 劝离美国RC-135U 电子侦察机 当然台湾在这个地方 过去在南雨 过去在绿岛 都有部署 所谓的鹰式飞弹 但是鹰式飞弹 它除役以后 新型的飞弹 到了这个地方 它还没有进行部署 为什么没有进行部署 第一个负力太小 然后第二个就是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不利于武器的保养 它的海风 它的盐分 还有它的装备保养 因为在这个地方都没有点 一定要送到台湾本岛维修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鹰式飞弹撤离了以后 没有其他防空导弹 进行所谓的部署 只有公山部署在台东 从这里看得出来 RC-135U RC-135U 跟中国大陆的遭遇 那其次我们说到金门 我们说到金门 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现在12艘的海警船 频繁进出金门水域 况且把台湾的航道 把台湾通往金门的航道 几乎都完全绝对 除了金略水道 没有进入以外 其他的水道 包含围头湾 包含厦门 包含漳州湾 这一块水域 他们都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 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弹 我可以告诉各位 前太平洋 总司令 阿基里洛 不是讲吗 美国要防卫金门跟马祖 这个消息 没有引起多大的重视 但是 中国大陆已经敏感的察觉到 说这句话必有用意 因为按照当年中美之间的默契 美国的船舰 不会进入到金马水域 都是在他的领海里外 就是至少山海里以外 不会直接进入到金门跟马 跟马祖的水域 一个现任的太平洋总司令 居然会议讲这一些话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会不会干预这两个地方 不知道 但是按照当年中美协议中美默契 是这两片水域 美军是无法进来的 包含美国的海防部队 海岸军防部队 都不会到这个地方水域来 然而 台湾民进党说 我们应该跟美国海巡单会 签署到金马执法 到金马祖威 当然 这个不会为美国接受 但是美国接二连三的 谈到了金马祖以后 中国大陆已经有了警觉性 有了警觉性 一方面是金门二与四事件 另外一方面也要防止 美国的船舰 无预警的进入到这块水域 当然美国是不会进来的 但是毕竟要防 所以 现在金门马祖 本来云淡风轻的地方 最贴近中国大陆的前沿岛屿 现在呢 也陷入到一个危机重重 这个就是大家讲的 中国大陆硬的更硬 软的更软 就是一方面我要你对二一四事件 给我一个表态 给我一个说法 另外一方面 好 另外一方面 对于这些区域 我会陆续开放观光旅游 从这一些的部署 跟这些的动作 台湾如果看不懂 还要引进美军的势力的话 你是自尽死路 这个是两个 那最重要的就是说 好 中国大陆还有六艘战舰 现在在东部太平洋 大概六艘战舰 东部太平洋 东部太平洋 也是美国的政策范围 因为它是从日本 它是穿过了日本大鱼海峡 然后折返到台湾的东部太平洋来 东部的太平洋 刚刚好 这一块区域 也是RCE-135的巡防区域 或者是P-8 P-8反潜机的巡航区域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解放军的尖辑机 对于一个没有武装的 没有武装的侦察机 或者反潜机来讲 反潜机那当然有了 它有它的深水炸弹 它有它的深水炸弹 还有它的鱼雷 但是它在这块区域驱离 它所显示的意义 就是说 中国大陆已经可以掌握 台湾东部的空域 也可以掌握 美国特种战机的航机 所以说 台湾真的是如邱国阵讲的 无一不适战场 这个是值得民进党注意的 中文字幕提供 电视频